派人 一岁十个月的男同凯开遭狠心保姆虐待致死 引起社会踏伐 有热心的殡葬业者在得知消息后 主动帮忙处理后事 除了礼仪公司伸出援手 而福联盟也强调 在凯开遗体解剖结束后 因为家属告知想另外找葬仪社 后续才没有帮忙申请补助 绝对没有置身事外 我们的高层 我们的执行长 我们的董事长 有没有去看过受害者 有没有去县长看过他 这部分我知道是没有的 根据了解成型社工 三月十号是最后一天接触到凯开家属 但是十一号事件发酵 直到十六号光六天时间 都没有其他同仁做后续慰问 引发外界不满 这个案子的主则社工 就是侦察庭了 很短暂 持续的协助跟陪伴家属 由我们接下来其他的社工 或是我们的社工主管 会持续的来跟家属联系跟接触 我觉得这个是推脱支持 那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一定有责任窗口 那么多的资源给予你们 付予你们 那出了那么大的事情当中 你们没有付起一个责任的一个态度 那我觉得这部分是大家会忍神共分的 凯开前保姆情友透露 已经把孩子花葬在阳明山公墓 因为年纪太小 所以没有记名墓碑 大批网友涌入留言 虽然不认识你 但真的觉得很心痛 希望下辈子能够遇到好人家 三绿新闻和孟长新宜 台北新访报道 空新年 ком横 实践 相